主料,紫薯一个,糯米粉100克,辅料,牛奶,芝麻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紫薯切片入锅蒸熟去皮,蒸熟后压成泥,在紫薯泥里加适量糯米粉和牛奶,合成光滑的面团,把面条揪成一个个小剂子,里面放上馅,然后用手慢慢搓圆做成薯球,薯球表面沾薄薄一层水,滚上芝麻,锅中放入, 油,油热后下,做好芝麻薯球榨薯捞出,用油纸吸去表面油粉即可,烹饭技巧,一,薯球榨薯后,要马上起锅,不要久炸,薯球里,因为有糯米粉的加入,炸汤很会容易膨胀的,二,喜欢吃甜的,可以在和面团的时候加点白砂糖,三,薯球表面先沾一层清水再滚芝麻,会让芝麻附着更老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